你听着 李修文 你听着 你要是能对牺牲的战友 再厉一遍誓言 我可以暂时不帮你 重复一遍你对烈士们的誓言 用不着我再提醒你吧 我李修文发誓 李修文发誓言 鬼子不破 家仇不报 吴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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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回来了 俺瞅瞅 你咋才回来呢 吴大哥 吴大哥 这几天辛苦你了 大家都回来了啊 俺给你们做饭去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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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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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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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怎么样 长官 您这位兄弟的伤比较严重 我没办法治 要是再拖下去 只怕伤情会恶化 恶化 拖得时间太长了 这伤口都发炎了 如果再不用洋药 只怕性命难保啊 不是 那咋办呢 三胡的伤不能再拖下去了 我想来想去 只有一个法子 就是到日本人那儿去弄药 让日本人给三胡治伤 秀文 你说说 你是想我帮你出主意 吴忠义 就是你这个李贤下世啊 在我看来 也是假惺惺的 不是帮我想主意 是帮三胡想的 你也知道他这个伤 不能再拖下去 等 等 等 吴忠义 魏三胡的伤是我造成的 这个我认 但我就烦你总拿这个说事 你们都听着 魏三胡要有个三长两短 我吕修文给他批麻蛋笑 就算你们杀了我也行 我无话可说 不过 让我给你出主意 这是你的地盘 这都是你的部下 我要是出主意 沾上了我的味儿 你不怕你的弟兄们笑回来 算了 这种出头露脸的机会 还是留给你吧 行吧 小四伤 你说说 我 我说啥子 是 有小四我能丢的 我欠面皮 我去给陈佛 我都在转鸟头对去 吴队长 你刚才一说了一个 去日本鬼子去拢用 我听到的日本鬼子 我老个瘋呀都大了 我都 好了 我有个办法 也未必行得通 都在呢 你们开会啊 洗呢 洗呢 什么事 没啥事 俺就是觉着吧 吴队长跑了那么远的路 挺累的不是 俺给你烧了桶水 让你泡泡脚 不用不用 谢谢了 我们正在开会呢 一边泡脚一边开会 不耽误 来 来 不用不用 这样不好啊 有啥不好的 俺们家前姐 现在都知道俺是你媳妇 伺候你泡个脚有啥的 来 泡吧 好福气啊 我们想泡 还没人伺候呢 还假惺惺的 摸不开面子 不中意 开不开会了 开开开 这不正开着呢吗 开会就好好开会 别让人在这儿瞎捣乱 俺咋就捣乱了呢 俺就是想给五大哥泡个脚 洗呢 水放这儿行了 泡脚得趁水热 凉了就不成了 小子 洗脚出来是对的 我都知道了 原来不久还有啥 要员冷气 我先泡泡 你给我先泡泡啊 对对对 你把水端下去泡脚吧 谢谢五大哥 五大哥 俺再给你烧一桶 不用了不用了 要不洗呢 你 你坐一会儿 是的 我在看 我现在就会烧看 你呢 有什么事 噗 你在哪里 什么事 在哪里 我都没有失望 说正事啊 这个拿药啊 如果去找鬼子拿鬼子 肯定不干 说不定还得干一张 但是 要是鬼子的自己人受了伤 需要药 他会不会给呢 冒充鬼子去拿药 这个主意高啊 你是不是傻 什么高啊 吴忠义 你绕了半天圈子 这主意又打我身上了 是 魏三胡是我打伤的 你们让我去 我没意见 可是你们不想想 鬼子又不是傻子 突然冒出个士兵 他们又不认识 去找他们拿药 他们要是给了 除非他们脑袋 让李渔给踢了 让俺爹去吧 俺爹跟韦军的人熟 他要去拿药 说不定能给呢 这个办法也很好啊 南南没想到呢 那按照你爹说出去 不行 不行 你爹那个人靠不住的 不过喜妮这么一说 我倒是有个想法 你们不是在田家村打了一仗吗 就说那一仗里面 田勇胜被八路军打伤了 这样就有个正当的理由了 队长 那你就说 你肯定能想到好办法 这个办法高 这还多亏喜妮的提醒 要不然我还真想不出来 是个好办法 不过 田勇胜不能出面 派谁去啊 我去 我现在名义上是他女婿 老张人受伤了 哪有女婿不出面的道理 俺也去 吴 吴大哥 你对俺们家的情况不太清楚 那陈祖秀要是问起啥来 你答不出来 会让他怀疑的 俺跟着去 也好打个圆场 我也去 田姑娘你去干啥去 我 我 我会赶车啊 你们去 早晚有人送一下吧 贼哈贼了 贼哈贼了 小四川你别说话 我们不是去打仗 不需要这么多人 要是坏了事 耽误的是三胡的命 人家喜妮说她要去 是有她的道理的 谁要想跟着去 必须要说出自己的理由啊 最让人不幸福的理由 就是你的花花肠子 她是什么花花肠子 什么意思 干啥呀这是 小夫妻俩哪有各所各的 装也得装得像点啊 这样别人就不会怀疑了 这儿没别人 不用这样 咋没人 那不是人啊 吴队长 咱可别让人看出破绽 站住 咱 干 干 干什么呢 找俺书 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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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啊 啥 他书是谁你都不知道 书 书 喜妮啊 你怎么来了 书啊 哈哈 男人 来看看您 书 来就来呗 还拿东西干什么呀 依点心意 不成敬意 书 您可千万别客气啊 我客气什么呀 咱们不是一家人吗 喜妮是我亲侄女 你不就是我侄女婿吗 是 是 是这个脸 来了 那边坐 那边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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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开 来 秦物院 上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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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坐吧 你下去吧 你下去吧 说吧 什么事 叔 俺爹他 让八路打伤了 不是 怎么回事啊 前几天 田家村外不是来了一股土八路吗 对对对 有这段个事 我们还打了一仗呢 死了我们好几个弟兄呢 俺爹他正好碰上了 他一看这是大事啊 就赶紧回去报信 可是让八路给发现了 他一跑八路就追啊 八路打了他一枪 俺爹现在 就生一口气了 是 叔啊 你跟俺爹可是老交情了 你得救救俺爹啊 俺爹快没命了 这 郎中俺们也找了 可这郎中说 没有药找谁都没用嘛 他跟俺们说 那药叫盘泥啥啥的 叔啊 您得想想办法救救俺爹啊 盘泥西林 对对 就是盘尼西林 对 东西也得你拿回去 你就骗我吧 不是 叔 你什么意思啊 这事你瞒不过我 老田是什么人我比你清楚 他听到枪响 那跑得比兔子还快 拔路能追上他吗 你小子看得像个老实人啊 怎么心里头一肚子的鬼主意呢 不天有事怎么找了你这么个好女婿 叔 我告诉你啊 盘尼西林现在是硬通货 那要是能弄到一批 在市面上能换好几根条子呢 说吧 你是不是 找到什么好门路了 好 西林我就说嘛 就咱俩这点道行 哪能骗得过叔呢 是是是 叔 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啊 是这样我一个表弟 他有这方面的路子 我就想出这个歪主意来了 叔 你别往心里去啊 好 对了 叔 叔 这都是孝敬您的 等到时候挣了条子 咱五五分账 好 叔啊 叔行不行您给一句话呀 叔 三七 我七你三 这两个都没有 你三个都打算了 叔 叔 你看咱们家喜腊都乐了 他一乐就表示同意了 三期 三期就三期 只要有书这条门路在 不怕以后发不了财 好好好 还是你这个后生好办事 告诉你了 财是发不完的 关键的是大家一起发财 是是是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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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女儿 来 喝 喝水 我说啊 这女儿 下回让你男人来的时候 穿得体面点 甭管怎么说 我这也是保安团团步啊 可不是吗 来的时候走得匆忙 我就跟她说了 换声一上 可她偏说 跟您是一家人 不用那么见外 看 下回还得听我的吧 下回媳妇说啥是啥 陈祖涉是答应给咱们弄药了 可是他这个人瘫的 说是弄到了条子 要和我们欺三分 我就是在想 我们到哪儿去弄那么多条子去 队长 管那么多干啥呀 拿人要咱就跑啊 他敢啰嗦我一枪崩着他 这种汉奸 不傻白不傻 咱们跑了 他以后要是报复 喜宁他们家怎么办 再说了 咱们不能光想着三胡的伤 万一以后有其他兄弟受伤了 也需要药 就算以后我们都平平安安的 往根据地弄些药品也是好事 陈祖涉既然有路走 这就是条长线 我不能就用它这么一回 钱总比药好弄 可是咱现在穷得叮当响了 要不抢鬼子去吧 不行 鬼子手里只有些军票 要是抢物资那就是赃物 没几个人敢专手的 事情闹到了 反而更不好办 那找我爹要 我知道 他这些年攒了不少钱呢 等拿到要了 咱们分他一些 反正他也需要这个 队长 前几天那个铁档玩家的 来找你商量事 哪门做不了主 他说那个等你回来 让你们去找他 他找我什么事 我不知道 不过你可千万不能信 我爹那个人啊 他就嘴上说得好听 什么兄弟呀 义气 其实有点便宜他就想占 他不会又打你什么鬼主意了吧 哪有这么说自己爹的 实话实说嘛 我爹他那人就这样 肚子里花花肠子绕得很 你可不能学他啊 铁大挡家的 肯定是这样的 前两天他来送信 正好赶上 南门刚抢了鬼子的物资 他看见南门手里那几窍 我的妈吓死我了 哈喇子直流啊 寨子里缺军火 寨子里缺军火 一直缺 我爹带人 结了鬼子的运输队 东西到手不上 就是没有军火 那可以这样啊 我们用军火 跟铁大当家的换条子 这个行 我找我爹商量去 俺爹也有钱 俺知道俺爹有钱 俺还知道他买哪儿了 哎哟 那可是你爹的钱 新妮 新妮 虽然你爹他是个 算 不说这个 但是南门八路军 也不能拿他的钱呢 那难不成土匪了 俺自己愿意拿出来 志愿革命 不行 这个钱我们不能要的 八路军是有纪律的 俺自己愿意拿出来 志愿革命还不成吗 你这人家 咋这么磨叽呢 人家都说了 违反纪律 那用了你的钱就军法制裁 你成心要害吴大哥是吧 俺不知道啥制裁不制裁的 俺可没心要害吴大哥啊 铁姑娘 别那么说喜宁 他也是一番好意 那我就成心要害你了是吧 我们管 反正他的钱你不能拿 要拿 要拿 也得拿我爹的钱 凭啥不能拿俺的钱 都是爹的好闺女啊 啊 哈哈 哈哈 女儿啊 你干啥来 那把安倩 那把安倩干啥来 爹 听安跟你说 说啥来说 那你咋想的 安还不知道啊 你 你就是仇中的那个五种义 女儿 安跟你说 你可是又破价了人 要不要连面了 人家巴鲁军不讲究这个 讲究不讲究都不中 爹 你听安跟你说呀 安拿你的钱都是为了你好 这 这拿了安的钱还是为安好啊 你 你干脆拿那锄头瓦死你爹算了 爹 你是有劣迹的人 等将来鬼子打跑了 你就是汉奸 会不会枪毙的 真的呀 真的 那巴鲁军的雏奸团 一个个都是啥样的人物 你还不知道 说不定啥时候 就一枪把你给崩了 哪哪哪哪哪个咋样 这 爹 你呀 你 你拿着这些钱交给武队长他们 你就成了支援革命的人 在巴鲁军那儿有大大的功劳 将来算账的时候 他们不能不念着你的功劳 你想想 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缴了这些欠 你要要我还那命啊 爹 该说的俺都跟你说了啊 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 是当汉奸还是当功臣 是保着这些钱 还是保着自己的命 女儿啊 那卷一半总部 爹 俺跟你说 捐得越多 立的功越大 到底想立多大的功 你自己掂量 俺不管了 你 你 我 俺那个田业啊 捐了这些欠 一样是要俺的命啊 服务长官 服务长官 进来 服务长官啊 田东姐 坐这说 哦 什么事 服务长官呐 听说你们武工队 被缺欠化了 俺逊思着 俺哪 还有点期许 卖得兔里呀 也占不出来 所以拿出来 卷给你武功队了 是不是喜宁跟你说啥了 没有 没有 俺是自愿来 自愿来 只愿革命 田东家可没这么高的觉悟 国去是没忧啊 可是自打你们主到俺家 俺就卷着吧 你们八路军 特别的客秦 特别的伪物 所以俺就有卷物了 那您要支援我们多少啊 你看啊 俺这儿有三根跳子 这可是俺打扮省来积蓄呀 今天啊 劝拿出来 卷给你们了 真的是全部啊 整来是 是 是没有全拿出来 好歹得留点钱吧 田东家 你有这个心倒也挺好的 不过你要是心疼钱 就都拿回去吧 我们武功队会再想办法的 务场馆啊 俺求求你们了 你就手下吧 我 您要是现手 俺这儿 还有雾根跳子 这可是俺爹和俺爷爷留下来的 今天 就劝给你们吧 田东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吴长官 你就可怜可怜俺爸 看他 来来来来 田东家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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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着咱坐着慢慢说啊 吴长官啊 俺大销就单子销 这销柜子干事啊 都是他们比了 吴长官 你把这欠手下 就算俺 立拱啊 肿不肿啊 你是担心除奸团吧 我 你要是担心这个 我可以去跟除奸团说说 毕竟你对我们武工队 也是有过帮助的 那 那这欠 田东家 眼下我们武工队 确实要钱有急用 如果你真心地想将功赎罪 我也不跟你婆婆妈妈的假客套了 这些钱 我们就留下 我可以给你打个借条 借了 还能换 只要我不死就一定能换 就算我死了 你拿着我的借条去找八路军 也一定都会还你 那种 那种 那就 谢谢你了 田东家 老是 蔡君 这个老田啊 一直以来都是忠心耿耿替黄军办事的 这样一来呢 土八路就恨着他了 他也算是为黄军负的伤嘛 阁下 您看在他是大大的良民的份上 就可怜可怜他 救他一命 我们黄军倒是不缺叛逆西岭 不过八路正想方设法弄到他 千万不能流出去 你说的这个老田他可靠吗 可靠 绝对可靠 我和他是老交亭了 阁下要是这次用药救了他的命 那他以后不是会更加忠心 替黄军办事吗 有些 既然是为黄军办事的人 那是应该救的 不过潘尼西林是不能流出去的 这样吧 你派你的手下把他接到医院 我们有专业的医生给他医治 这 很为难吗 是不是要我派人接他去医院呢 不不不不 还是我派人把他送到黄金医院吧 还有事情吗 没有了 属下告退 中国人 有太多这样的蛀虫了 想方设法地为自己捞一点好处 要不然 我们大日本帝国 怎么轻易地 能占领大半个中国呢 要不然 我们大日本帝国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日本人不给药 还说 药治 就把你爹送日本人医院去 你说怎么办呢 你也知道俺爹那伤是假的 这要送到医院不就露馅了吗 还说 您看您这样跟日本人说行不行啊 你就说俺爹他胆小 要真把他送到日本人的医院 那周围核枪实弹的 旧伤没治好 先得给他吓死了 咱还是直接要要吧 叔 不行不行 肯定不行 这是说了半天 日本人给足了面子才带的 真 行了 这钱我也不挣了 你拿回去 反正不管怎么说 你得把老田锅送日本人医院去 你要是不送 那就是欺骗黄军啊 我担当不起 你也担当不起 叔 这是孝敬您的东西 我拿回去算怎么回事 叔您放心 一定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俺爹的事 俺回去商量商量 俺先不打扰你了 叔好了 我先回去 商量好 告诉我啊 天有事 他又没上你送他去为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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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说你真的是个挂的哦 人家队长说的天有事 他说的是真的天有事呢 那说不得话肯定说的是为啥福啥 等等 把珊瑚送到鬼的医院 不不不不 万一太危险了吧 珊瑚的伤耽误了更危险 小鬼子的医院不管是龙潭和虎穴 我们都得闯一闯 哥们 闯呀 你 你啥自己说 你还敢把银窗搜 闯就闯 咋了 怕啥 队长 只要你安排龙潭虎穴 难道跟你去 花嘻嘻嘻 不就是个医院吗 什么龙潭虎穴 我让我爹派几十个弟兄过来 我还不信了 比鬼子碉堡还难打 鬼子的医院打不了 那是他们重点的保护单位 就算是打进去了 也打不出来 吴忠叶 你为了救威三胡 是想把你兄弟们的命权搭上去吧 打仗就是这样的 伤亡都是难免的 伤亡是难免的 但仗不能这么打 伸入鬼子腹地 跟他们正面交锋 这绝对不行 李修文 三胡的伤咋弄的 你最清楚吧 闭嘴 李修文 打仗就会有牺牲 但是我们不会做无谓的牺牲 每个同志的生命都是宝贵的 我们武功队的人员本来就少 更应该好好地保存实力 不过你说得对 不到迫不得已 我们不能和鬼子正面开导 这办法呢 不是没有 你 你傻子一说 偷梁换柱 疼 你这个题材小人呢 咋个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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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急疼啊 偷是偷 不过呢 我们得找一个人帮忙 鬼子的医生是不认识田有生 但是枪伤他们还是认的 所以呢 我们得找一个有枪伤的人 川儿 腿上的伤好了吗 好了好 我这里快好了 你看吧这里是 不是 不是 我是来当报复员的 咋咋咋 你要帮我往鬼子服上送啊 都不探索 不不 小四川 你你战场都上过好几回来 你你个医院你怕啥的吗 我不怕 是啊 我是害怕我是太小 但是我上菜场是你们逼的 再说了 你们摸开我去对不对行吗 小四川 现在只有你有枪伤 你要是不救卫三胡 卫三胡就死定了 小四川 要是你肯帮忙 你就是武功队的大功臣了 啥子工臣呢 要这么多钱用啥子用呢 行行小四川 小四川 我鲁大快给你鞠躬了 我我我我对你不差吧 啊 算算算不说这些了啊 小四川 只要你肯帮忙救三胡哥 那一辈子感激你 哎呀不是 你们要送伟在父亲医院呢 你们就去送他前医院 你们还给我欠爪子吗 我不行我不行 我真的不得心 我还给我欠 你能不能别老那么熟 像个爷们儿似的行不行 我也别忘了 送死了死了还真熟 行了 别说了 送三胡进医院是危险的 让小四川冒充田勇胜去更危险 他们俩年龄相差那么大 鬼子一生眼睛又没瞎 很容易被拆穿 哎 咋子 要不要说人家是队长呢 是不是啊 队长 你说的是对的 咋也说了 人家日本鬼子是挂的说 都听好了 我们直接送三胡去医院 不过行动前 需要做些准备 你 你 你说这个鬼子 买得好好的 为啥就给它拉出来的 来 我晓得了 队长 肯定才你要给它们组一个导唱 是不是 小四川 哪跟你说个声呗 一扫一扫 你 以后在哪门队长面前就不要光了 哪门队长让你弄啥你就弄啥 哪门队长说了 让你把敌人的尸体从土里边刨出来 你刨不就完了吗 它肯定有用 熊傻子嘛 你 这 这满道 跑 为啥 好 是 有 一会儿吴东玉出来 你就开打啊 打你 又不是我让打的 是吴忠义安打的 你难就看不过你那个阴阳快气那个样子 谁阴阳快气 你知道个屁呀 吴忠义就不是什么好人 就你傻了吧唧的把他当圣人 我告诉你 我跟吴忠义没完 你少来 要不是男队长交代 怕误了三胡哥的事 你揍你 我揍死你 你笑他怎么都来 跟我去 快点 来 来 韩远